美法店的木制招牌整片掉落 重重的砸在自小客车上 车顶的板筋凹陷 天窗也被砸破 车主听到消息赶来查看 没想到好端端的停在路边 一阵大雨过后 招牌竟然从天而降 你怎么知道车子被招牌砸到 邻居通知 当时是雨下很大是不是 是啊 好可怕 这一起事故发生在 31号晚上的10点多 当时已经下班 店长听到消息赶来现场清理 店长说美法店开业至今 没有更换过招牌 可能经过十几年 风吹日晒雨淋 造成木石招牌催化 又遇上大雨 才会承受不住掉落 我们开多久了 开13年 所以招牌没有换过还是 对啊 就本来预计也是要换的啦 想说这阵大雨就换 完蛋 气象处31号晚上 针对四个县市部分区域发布大雷雨特报 台中从31号晚上到1号的凌晨都有局部的强降雨 凌晨两点多 一辆小货车因为大雨视线不良加上路况不熟 在中青路三段撞上路旁的分隔岛 导致小货车翻覆 索性驾驶自行爬出车外 我们视线不好还是好太大 就好了 我们开始落得不熟啦 啊 迹象鼠表示受到封面的影响 中部以北能有局部大雨的机会 民众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 小心慢行 民事新闻里昆喜燕燕生 台中报导 有效果 有效果 我们接下注 itos